那我現在 我要把青年本變成白夜樓 出來吧 白夜樓 白夜樓 祝我一臂之力吧 K-8 你好 大家好 我是ZanSorway 那今天呢 我們做我們的Anime 4 也說到 那這一次呢 那就是很久以前的卡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 同期了啦 不過 各位我是誰 我來介紹這個卡軍師 青冰之白之夜樓 這卡我可能叫他白夜樓 賽王呢 也就是Dior的配音啊 他把明日下直接洗腦 而且叫明日下整個要卡組 誒 你根本是差阿嬤一個方法嘛 不過賽王他有辦法就是對付時代啦 開始戰鬥的時候 明日下他的卡組就是專門封走魔線的 他怪說卡也是封一個回合魔線 他要永久魔法 是對方不能發動陷阱卡 而到時代就很難發動任何魔線了 時代就受到這個主戰了 最後明日下就召喚這個卡 白夜樓 白夜樓 白夜樓發起個枚 Rimi Editor 10 它這個效果跟死卡差不多一樣 這個卡成為對象的魔線發動時候 這個卡發動無效就不壞 第二個效果 當這個卡以外自己 表示怪獸被選中攻擊對象的時候 把自己場上的一張魔線送去目的才可以發動 這樣攻擊對象轉移這張卡咧 比較上動畫和死卡的差異 雖然他死卡和動畫差不多一樣 但是他們不同是在屬性 在動畫是暗屬性 O3G咧就是水屬性 不過也沒有什麼關係啦 也沒有講屬性相隔 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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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他名字有一點點不同 只是動手數值一樣 不過在現在這個時代是比較少人 因為以前可能很多人喜歡玩這卡 是因為比較容易 你可以融合成FGT 或者是你配一個 融合製配角還有一個龍皮 特造這個卡就可以了 以上是把夜樓的講解 好啦影片到尾了 如果你超越中心無敵喜歡我你不要 請記得按LIKE Shake給我看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按Subscribe 記得按小門鈴喔 以及下方留言給我謝謝 放心這個女方說不了的 如果她說你是你莫獎啦 我就用把夜樓跟她對付她就可以了 沒有開玩笑吧 好等會兒先進去吧 Ciao 如果您還沒有開始加入我們 游戲王交流去是不是 不用緊 這邊有一個追版的是不是 跟他一巴掌的一個噴下去 你就成為我們的游戲王的朋友了 但是如果你不想被籤爆的話 不用緊 跟著念我的ROOSPA 第一 禁止吐槽成為發的圖 第二 歡迎玩正版和翻版的玩家加入 三 違規者只發出一次的警告信 第二次就馬上就拜拜 第四 可以買賣裙的貼 但是三天內啊 一定要測下 五 別再去你遊戲王之外的東西 謝謝合作 六 本群接受OCG或TCG都有發貼 解決RUSH就有關 以上是六個規則了 如果你不想簽BOSS 乖乖給我聽這個ROOSPA 好了 等你們加入吧 拜拜 CHAO